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有一种油 肺机油 肺润滑油 大家也不应当目瞎 开车的朋友经常会去CS店更换机油 这就是汽车工业的发展 我们国家的汽车保有量已经充分了一万余量 大量汽车的使用必然会产生大量的肺机油 肺润滑油的问题 很快就会像地沟油一样 成为我们社会或者我们城市不得不面对的社会问题 所以今天的话题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肺润滑油以及肺润滑油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 谈谈肺润滑油的问题 第一 如何认识肺润滑油 肺润滑油主要来自我们的厨房 肺润滑油大致上有四类 肺润滑油 肺润滑油 有肺润滑油的油 还有肺润滑油 还有动物油脂 关于肺润滑油 我提醒大家注意两个概念 一个是不带乳滑油的滑油 这个主要是指广义的滑油 也是肺润滑油的统称和速称 还有一个是带乳滑油的滑油 这主要是指回流到我们餐桌上的滑油 或者是伪劣食用油 或者是不合格诞生食用油的担译词 因为这两个概念 我们在后面的分析和判断会拥有用它 如何判断食用油 首先肺食用油的话 我们首先从成分来分析 肺食用油有许多有毒有害的成分 其中的黄氏酶素 它的毒性是屁霜的100倍 正因为它有这些有毒有害的成分 所以食用的激口油 会对人体的健康带来很多的问题 同时肺食用油直接采放进入环境 会对我们的土壤 对我们的水系造成严重的污染 造成环境破坏 从这个意义上讲 肺油是有害的 它是城市的垃圾 但是另一个方面 肺食用油等绝大部分成分是有用的 它可以作为挂工燃料 可以用来制成生物原料 从这个意义上讲 它又是有用的带成资源 它是城市的矿产 我们再从肺油的流向来进行分析 肺油的流向主要有这个方面 那么如果从随意排放和围楼餐桌的角度上讲 它是有害的 它是城市的垃圾 但是如果从败油燃料 肺料和石料和生物原料来用的话 这就是流向来看 它就是宝贵的可再生资源 它是城市矿产 关于 那究竟我们要怎样看待地图油呢 我想进入一句话来总结 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 费食用油如果处置利用不大 它就会危及人体健康 危害环境 如果缺油得大 它就是宝贝的资源 在这里我还要强调指出怎么试评 第一 煎炸油的危害被严重地低估了 可不是 煎炸油是在高温状态下重复使用 它会产生黄曲霉素还有本病品 是非常有多的物质 它的毒汗是四栋地图油里头最严重的 但是由于它也有特意有的香味 经常被用来做凉菜 所以它是直接围留到餐桌上的 所以我们大方都知道 地图油里头经常可能曲线地图油 其实我们香芬芬的凉菜里头 出现地图油的可力气比较大的 第二个呢 回流餐桌的地图能量被夸大了 媒体上一个通用的说法 说我们中国人在外头吃十顿饭 会有一顿扣上地图油 我们中国人前年要吃掉三百万吨地图油 这个说法是夸大 夸大了 搬家的日测和分析指的是三百万吨 五千锅啊 残存的量是地图油 这个地图油是独带括号的地图油 也就是指费适用油 刚刚我们已经讲了 费适用油有六大流向 那么直接采放到环境里头的 所谓化作和工艺软软用的应该有多大少数 所以真正你留回地图油 你留回我们餐桌上的这种呆影号的地图油啊 应该不到地图油所谓的三百万吨 但是并不是说这没有危害 这没有危害 第三个呢 我们应该这个肺的食用油 直接采放到环境 这环境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刚才说了它对头壤 对我们的水系 会有严格的污染 在国外 对肺油的环境的污染 的重视 然然要高于我们地图油的问题 最后一个呢 就肺适用油啊 是宝贝的可贷衡资源 我们应该把肺适用油 当作资源 而不是垃圾 加大回收力度 其 并加以正确的利用 这是从根本上解决 我们带引号的机构油问题的 根本解决措施 第三 如何利用 那么在开始这一小节的介绍之前呢 我们在那分析一下 为什么带引号的机构油问题 已经不正 今年呢 你看 报刊 网络 杂志 对机构油的问题 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报道 那么从这些报道里面 我们看出来 我们的宣传教育宣誓是浩大的 我们的打击力度 也是空前的 你看 破了多少个犯罪网 但是 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是令人主上的 我们 本来 就很少的 几个规范的 正规的 费油回收企业 它几乎 仍然拿不到地构油 那这种费油 依然还在 然然不断地 留到非法商贩的手里 那个然然是什么呢 它就说 是利润 是利益的驱使 这些非法的商贩 它几二终前 以身释法 对不对 但是 这个 目前这种 理性不值的局面是什么呢 就是说 非法经营者 它用高价 获得地构油 负责地构油 所以它得以持续经营 而 正规的 这种回收企业 它因为 拿不到地构油 而难以为继 那么从这个看来 地构油的根源 在于 废油自然的争动 那我们要想 为什么在 争动 废油自然的这个 市场竞争的过程之中 我们正规的企业 竞争不够 非法的商贩 我想想想 我想想想 应该有三个 第一个原因呢 是 认识问题 非法上范 它要用地构油 做原料 而来赚钱 它把地构油当成什么 当成资源 所以 它 让你持绑架 而我们 有些 所谓政客的企业 它的潜意识里头 还是把地构油 当成垃圾 所以它不乱忧 吃绑架 这是一个 第二个原因呢 我想呢 有市场竞争力的问题 对法企业 它不考虑环境 又不考虑产品质量 它的加工成本很低 所以它有能力出高价 是吧 有能力出高价 那我们的正规企业呢 因为要达到产品的质量标准 它有它的投入 它考虑到环境成本 所以它的加工制度成本是很高的 所以它在收购价格上是没有竞争力的 它吃不起高价 那么更重要的一个 我觉得还是我们监管的对象 监管的重心和监管的方式错位 我们从这来看 我们打击的是非法收购者 非法加工 非法销售 是吧 那我们为什么不打击非法排放呢 咱们亲说过打个非法排放的人吗 有可能很少 我们大量的现成教育 这些都是费用的使用者 也是费用的排放者 所以我们监管的对象 应该应该在排放者 对不对 我们监管的精力应该放在排放者的监管里头上 同时呢 我们应该从右侧在空间 把握在左侧 去堵地过游汇参加 我们让它从流出控制 让它不敢 也不能把费用卖给非法的商贩 让进入油品的黑市 这是问题的费用者 那基于以上的分析 结合国外的一些成功的经验 我们认为要想构建 比较健全的费用回收利用体系的出路 推定 有以下三个 第一呢 就是说 要把我们的监管 关口要潜移 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要对参数单位 等会费用的使用者 和费用的排放者 来加强监管 首先给您教育 要有环保意识 和法制议识 当然不会去难人费用 同时呢 我们要对费用的使用和排放 严格的登记和管理 如果有犯法和排放 要进行打击和处罚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监管监管 关口潜移 一定会起到四半公斑的效果 比后面去打击要好角度 如果说正法上官 他拿不到资料 他就没法做些后细的 去违法行动 所以我觉得这是问题的观念 这样从市场经论的角度 我们应该大力培育正规的 回收价格企业 我们应该在政策资金 机制等自然方面 交道投入 是我们的回收利用企业 实现专业化 规模化 集业化的经营 是我们的合法合作的企业 有良好的分层和发展的环境 这样他自身有竞争力 他可以用冰冰的价格 在市场经济费用 所以这样的话呢 才能在市场竞争的层面 是真正做到斜骨压阵 那么第三个 我们要加强加工 利用方向和方式的正确导向 最近有一天 十分丰富的报道 就是说 用地购油做行为 是吧 那么其中 还有报道说 上海有一家公司 把初加工后的地购油 卖给河南的一家公司 让它加工中航空煤油 但交给航空公司使用 这听起来 确实是个美好的场面 我们令人头疼的地购油 变成了飞机油量 而且还可以介绍航空的碳排法 但是实际上呢 这个也是不现实的 为什么 地购油加工程航空煤 在技术上是可行的 但是航空油量是飞机使用的 它的技术量就非常之高 而我们的地购油的成分 就十分的辅导 那么从地购油加工程航空煤油的 加工成分 是石油加工程度的四道的倍 定不了说从上海把油润到河南去 再用来加工的航油 是成本的 那么同时呢 如果说生物航油是在做 也有爆炸多数化在做 可现在它用的不利件都是地购油 它用其他的很多生物质 对不对 有植物油类的 有岛类的 很多生物质可以做航煤 那么这种生物材料做航煤的成本 也必须地做航煤都在做 所以说地购油做航煤 我觉得是一种空洞的项煤 是一种航煤 它在经济上应该说没有实际的可行器 那么 那么机工油的利用 最行制有效的 或最可能的办法 应该是 架工生物财油 车用财油 那么 这种财油从所有的 物质上加给全市的环卫车上使用 那么这种车辆 那么这样的话来就说 这种生物财油 比我们 一个是财油的 车用财油的要求比较低 架工成本比较低 那么 财油 加工成生物财油的情况下 它的产出率也比较高 更重要的是 我们的生物财油 与传统的财油 相比可以大量的减少汽车的围气 二氧化碳 贴烟 还有硫化物的排放 那这样的话 我们不一定有效地解决了 丢油的利用问题 也解决了石油资源 同时还减少了 围气的排放 改善我们大气的环境时代 所以当我们沉顺快速地形成一种 社会效率 经济效率和环境效率的核心图 关于石油的问题 我们就讲这么多 下面呢 我还要等于几分钟 赶快讲一下 财仲化油的问题 财仲化油呢 主要是指我们国主车辆 还有机械设备用的仲化油 这种仲化油 百分之二十二到十五是有害的成分 其中百分之八十五到九十八是有用的成分 所以这个废油的危害 它一是可以直接污染水体 一升的油可以污染一百万升的营用水 这都一百万人多一年的 这是研究资料表明的 同时呢 这个水排放到水面上去以后 还可以形成油膜 造成水深之物的死亡 一升的油在水面上能掺激一十二百万 一十二百万的水头 所以这样的话 同时呢 这个油进入头壤 才会给头壤造成很严重的危害 它的危害是严重的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它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是有用的资源 可以作为我们肉怀油的鸡头油 那么从这个以上讲来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用废油来做肉怀油的鸡头油的话 两加能可以刺成一加能 那如果用燃油来做化成四加能 才能生产一加能 也就是说 在增长肉怀油的基础油方面 它一加能的费油相当于是四十二加能的燃油 而且在加工中的能耗是它的三分之一 所以呢 自然节油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费润润油啊 一方面会污染环境 如果用它好的话 会介入大量的石油资源 那么我们国家现在的 肉怀油的消耗量达到一千多万吨 如果说按供应发达发生的水平 实际上回收的话 每年回收的量才五百万吨以上 是非常大的一个规模 是非常大的资源 那就是这方面 关于它的循环内容的体系 它的理念方法 我觉得跟石油油基本上是一样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再讲了 最后呢 我现在做一个总结 首先 在关注地球油 回落餐桌问题的同时 希望大家不要忽视 被石油油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及其自然的利用价值 在关注肺石油油问题的同时 不要忽视肺润化油的问题 就会即将被到来 肺油具有巨量性 分散性 毒害性和自然性的四种属性 如果处置不大 会在环境造成污染 也会赞成处大的自然浪费 费油回收的利用 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 建立健全的费油回收体系 这有效不尽有大 监管监口潜移 大力培养正规的回收利用企业 正确引导回收利用的方向 方式 最后呢 建全的费油回收体系 这标志是社会效应 环境效应 和经济效应的共同组织力 费油一定引起到全社会的关注 如果说我们全社会共同参与 我相信一定能解决费油的问题 帮我们的城市建成城 自然之业 环境更好些的城市 还有点光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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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感谢 谢谢大家 谢谢 我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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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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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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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